大家好,我是千云,今天要说的书,繁体书名是《阿拉斯加之死》,简体书名是《荒野生存》,这是来自美国富裕家庭的一名年轻人的真实故事。 1992年9月6日,猎人们在阿拉斯加荒野里,一辆废弃的公交车内,发现了一具腐烂的尸体。 起初没人知道这具尸体属于谁,但随着调查一步步展开,却令这起扑朔迷离的死亡案件显得更为诡异。 因为这具尸体的主人,来自美国华盛顿的富裕家庭。 他的父亲是著名的航天工程师,他的教养良好,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一流大学。 但他却没有像大部分人那样,大学毕业后进入一流的企业工作,接着恋爱、结婚、生子。 相反的,他把长辈留给他的遗产,一笔2.4万美元的教育基金,全都捐给了消除饥饿的慈善团体。 接着,他与家人断绝联系,开始走入荒野生活,一路打工赚取旅费,一路搭便车流浪。 最后来到了阿拉斯加,这个他从小就心心念念的地方。 而最终,他在这片险恶荒芜的森林里,仅仅待了4个月后,便因饥饿而死亡。 那是什么原因另一位拥有大好前景,出身富裕的年轻人,宁可远离人群,都要独自进入荒野里困苦的生活呢? 而在走入阿拉斯加迪纳利国家公园以前,他又是过着怎样的流浪生活? 1992年4月进入阿拉斯加后,他又经历了什么? 最终,4个月后便在这个地方离开人世。 这位年轻人的名字是克里斯·麦坎德斯。 这本书的作者是乔恩·克拉考尔。 乔恩的工作就是去找出克里斯传奇的流浪,所以这本书也是他以一位调查者的角度展开的。 乔恩亲自来到阿拉斯加,这位年轻人的葬身之地考察,并从克里斯的日记,随身携带的9到10本书上的笔记。 荒野里的自拍照,他在流浪路上接触过的人,以及从他的父母及妹妹口中,一点一点拼凑出克里斯生前最后的生活,那些交错的时光,那些流浪的细节。 当这个孩子最终走进阿拉斯加荒野的时候,他并没有天真的以为自己前往的是一个衣食无忧的桃花源。 他真正想要寻找的是冒险、苦难和托尔斯泰式的自我放逐。 大学毕业后,克里斯开启旅途,流浪了两年,往自己的终极目标阿拉斯加一点点靠近,并为自己取了个新名字,亚历山大超级流浪汉。 而那些在路上认识克里斯的人,无不表达出自己对这位年轻男孩的欣赏与喜欢。 他们认为克里斯聪明、友善、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,同时也内向、固执。 他对生活有着非常崇高的理想,而他的梦想就是走进阿拉斯加,过上与世隔绝的生活。 克里斯来自美国一个富裕家庭,却对金钱主义至上的生活态度非常不歇。 以至于他甚至点火,烧光了自己钱包里所有的钱。 他甚至还拒绝了美国大学U等生荣誉学会赠予他的荣誉会员称号,因为他认为荣誉与头衔,与一个人有多优秀,毫无关联。 同时他也表明自己绝不会再接受任何礼物,包括大学毕业时父母赠送他的一辆新车。 可以说他对物质完全毫不在乎,甚至颇为唾弃。 他在大学生活的那段期间,房里只有一张放在地上的宝床垫,一个牛奶箱和一张桌子。 而小他三岁的妹妹卡琳则回忆说,哥哥克里斯在很小的时候,基本上不需要玩具,也不需要朋友,即使一个人待着也不会觉得无聊。 但他的朋友却很多,每个人都喜欢他。 克里斯非常喜欢思考,他不明白为什么在美国还会有人挨饿,常常为此愤愤不平。 当高中同学们都忙着恋爱、聚会、跳舞、偷偷溜进酒吧时,还是高中生的克里斯,却在华盛顿出了名危险的平民区溜达,与妓女、流浪汉、皮条客等聊天,请这些人吃饭。 还给他们提人生建议,甚至还瞒过家人收留一名流浪汉。 同时他也不喜欢与任何人建立相互羁绊的关系,包括与他的父母。 他不喜欢任何规则、权威与正常程序,所以他也从不服从于这些东西。 他在高三那年就表明不想再念大学了,但他的父母却劝告他说,一纸好文凭是好工作所具备的。 但他却认为职业是21世纪最无聊的发明。 他说那是债务不是资产,而他最终妥协上大学,只是为了满足父母的要求。 就在大学毕业后,他决心彻底逃离这种束缚的生活,回到自己原本向往的世界,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。 于是他在出发流浪前,对父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, 我想,我准备消失一段时间。 如果我们只从克里斯走入荒野,最终饿死的这个结果,来解读他这个人的话,那么我们将与大部分的人一样,责骂他只是一个不懂事的屁孩,有勇无谋,近乎孤僻,做事少跟金。 但是,如果我们从他的家庭,他的生活,他看过的那些书,他的性格,他的思想,他说过的话,他做过的事,从他的精神世界来了解的话, 那我们就会发现,克里斯不仅不是一个不懂事的屁孩,相反的,他做事认真,善于思考,特立独行,亲切友善,与每个人都能维持良好关系,且温柔善良。 克里斯所需要的是时间的催恋,让他可以明白,他其实可以以另一种接纳的角度,来理解这个世界。 但奈何克里斯等不到时间,大学毕业后,他便迫不及待的离开了家,踏上了流浪的旅途。 苍古主人维恩回忆说,小镇上的人都很喜欢克里斯,他也一样,他是在路上遇到了搭便车的克里斯的。 克里斯在仓谷工作,利落,勤奋,从不埋怨,即使再累,再脏的活都干得完美。 在这么多打工的背包客里,唯独克里斯给他留下了最好的印象。 1990年10月,克里斯离开了美国中西部南达克塔州,再度流浪。 而一位给克里斯搭过便车的63岁印第安娜人,他对克里斯的印象是,外表整洁,聪明,谈吐礼貌,有教养,与那些邋遢的旅行者不一样。 他无人理睬,但是快乐奔放,他孤单,年轻,任性,内心狂野,独自置身于大自然的空气,失险了海水,无数贝壳和朦朦胧胧的灰色日光里。 在进入阿拉斯加前,克里斯流浪了两年,成了一名流浪汉。 在这两年来,他与自己的家人完全断了联系。 他走过很多城镇,认识了很多人。 每当他说起他的阿拉斯加荒野生存计划,眼里总是闪烁着兴奋的光芒。 当中有些年纪较长者,会与重心长地劝告克里斯向父母报平安。 也有人会担心克里斯的安危,暗自替他祈祷。 有人劝他再三考虑这个计划。 也有的人担忧他的装备不足,想送给他一些野外生存的装备,却被他一口婉拒了。 在我看来,克里斯是个固执而大胆的人。 他的大胆令他果断地踏上了旅程。 他的固执让他对周遭人的善意提醒怎样都听不进去。 他的大胆与固执,令他忽略了很多荒野生存的技巧与细节。 他甚至连指南针都没有,只带着一张地图,就走入了阿拉斯加荒野。 克里斯是个追求极度自由的人,无法接受一丁点的束缚与规矩。 我曾经推荐过的一本书,那时候我只剩下勇敢。 这本书的故事同样也是真实故事。 女主谢丽尔也一样是独自走入荒野,在太平洋乌迹步道徒步了94天。 谢丽尔是因为太思念过世的母亲,而决定徒步找出活下去的力量。 而克里斯的旅途带着一股英雄主义色彩。 仿佛是为了逃离这个既现实又荒谬的世界。 同时也是为了摆脱父母与这个社会的束缚,因自我精神世界的追求而开始的一段旅程。 克里斯坦白,他计划整个夏天都待在荒野里。 他说,这是他从小就想做的事情。 他说他不想看见其他人、飞机或者任何带着人类文明标记的东西。 他想向自己证明,他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存活下去,而不是借助外人的帮助。 我曾在纽星南岛独自旅行了两个月,南岛人少地阔,那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在步道上独自走路。 眼睛看见的都是开阔的景象,耳朵听见的都是大自然的声音,以及自己的脚步声。 也尝试整整一星期不与任何人说话,也不上网。 那段时间心里觉得很踏实,精神很好,不用面对人际关系,但同时孤独感也是最强烈的。 当旅行快结束时,回到了嘲杂的城市,看见了久违的高楼,黑压压的人潮。 突然心里感到非常的郁闷,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提起进来,情绪颇为复杂,所以我想我多少有点了解,为何克里斯做出走路荒野的这个决定。 也许我们每个人心中都隐藏着一个克里斯,只是我们不敢贸然的去追求这种极致的自由罢了。 因为我们知道,这种极致自由的背后,还必须付出一些代价,甚至是生命的代价。 所居离群并不能解决人际关系问题,虽然有很多的烦恼来自人际关系,但也有很多的幸福同样来自人际关系。 也许克里斯正是来到生命逼近死亡,才领悟到了这点。 在阿拉斯加荒野生存了三个月后,长期的营养不足导致克里斯的身体逐渐逼近崩溃。 而他一直带着的九到十本书,最后一本阅读的是《日瓦格医生》。 书中的《到寂静的大自然中隐居》,这几个字被他用黑墨水圈出,然后他又画下了这段文字。 事实证明,只有和我们相似的生命,和我们能轻松融合在一起的生命,才是对我们而言重要的生命。 没有被分享过的快乐,不是真正的快乐,这正是最令人苦恼的事情。 克里斯在旁边标注到,快乐只在分享时。 随着体力的消耗,克里斯在日记里记录的文字也就越来越少,所以克里斯的真实想法无人知晓。 加盟调查克里斯的流浪生活的作者乔恩说,克里斯最后阅读的是《日瓦格医生》,那些被圈起来的字与标注的含义,以及他在生命结束前,留下的字条已换成本名,而非流浪两年来所使用的《亚历山大超级流浪汉》。 也许这就代表这场孤独的旅行已悄悄地改变了他。 也许他想过这次的旅行结束后,他就要回到社会,回到父母身边重新生活。 但克里斯终究没能活着回家。 在阿拉斯加荒野里,有时他的运气好,一直带着的枪支为他捕获了一些猎物,例如松鼠、松鸡、鸭、豪猪或是鹅。 但大部分时间他都是饿肚子,瘦得皮包骨,靠采集浆果填肚子。 而克里斯也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,那是所有阿拉斯加人都知道的事。 只有在冬天才是森林里长途旅行的好季节。 但克里斯却选择了在夏天徒步,而缺乏荒野生存经验的他。 更没料到夏天河流水位暴涨,原本的冰川和雪原都成了一条湍急的激流,导致他的徒步旅程不得不暂时喊停。 而在那段日子里,克里斯也幸运的找到了一辆被废弃在森林里的巴士。 于是这辆破败的巴士成了他的居住之地。 他还将发现巴士那日称作为神奇巴士日。 但这时的克里斯却未料到,几个月后这两巴士将成为他此生最后生活的地方,直到他呼吸停止的那天。 就在读完《日瓦格医生》的两天后,在日记写下, 极度虚弱,务实马铃熟子,无法站立,饥饿,危险。 作者乔恩进一步的做出研究与调查后,做出结论。 那是种子里的真菌,也就是发霉的种子,导致克里斯虚弱的身体急剧恶化。 因为无法外出捕猎,于是饥饿加快了死亡。 而克里斯也预知到了死亡正朝着自己步步逼近。 生命迷流之际,他为自己拍了一张照片。 他站在巴士旁边,站在阿拉斯加的晴空下,面对着镜头,一手举着自己最后的笔记,一手对着镜头勇敢快乐的招手。 面容十分憔悴,只剩下皮包骨头。 他如此年轻,如此孤独,他的身体垮了,意志也碎了。 但是从照片里,我们看不到半点后悔和自怜的模样。 他微笑着用眼神告诉我们,克里斯·麦坎德利斯的内心十分平静。 就这样,他平静的走了。 这本书读完后,心情久久无法平复。 我想许多背包客也与我有同样的感受。 如果给克里斯一些时间的话,也许他身上的菱角会被岁月磨平。 而最终他也将找到内心的答案,与这个世界握手言和。 而非采取犹如苦行僧一样的极端生活方式。 在阅读克里斯的故事时,我们不能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看待这位年轻人。 我们也不能处在现在这个年纪去理解他。 我们应当想想,自己在克里斯这个年纪时的心情, 带着自己更年轻时的心境,去感受这个人。 那么也许我们就更能贴近,这位怀抱着极大的热情,去拥抱梦想的年轻人。 我想如果我们也认识克里斯,也曾与他说过话。 那么也许我们就会像许多真正认识他的人一样。 同样的喜欢上这位大男孩。 这些人都在短短的时间内,便对克里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好印象。 他的眼里总是闪烁着光,诉说着他对生命、对生活崇高的理想。 他聪明、热情、善良。 他不顾一切地去追求最极致的自由。 这令他身上有股迷人的独特气质。 他就象征着我们很多人,都想摆脱社会上那些隐形的枷锁。 都想追求绝对的自由。 内心都有过一股隐隐的悸动与向往。 但我们始终没有勇气能够离开那些条条框框的束缚。 因为我们还在这个社会上生活。 我们知道自己无法真的抛下一切远离人群。 因为我们知道最成熟的生活态度,并不是逃离自己目前的处境。 而是在自己没那么喜欢的处境下,找出能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,并为此继续努力下去。 如果克里斯能活着走出阿拉斯加,那么这次的死里逃生也许会给这位聪明的年轻人, 带来更加深刻的思考与领悟。 迅速地成为一位能够给社会带来贡献的人。 但也许,克里斯早就知道自己可能会死在阿拉斯加。 但无论如何,他都要去追逐自己的梦想一次,往前踏出那一步。 也许在临死前,他甚至为自己能死在追逐梦想的路上,而感到由衷的快乐。 就一如他在弥留之际,与镜头前快乐的挥手一样。 就一如他在流浪路上,不断地鼓励他人要勇敢地踏出舒适圈一样。 他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想法,固执地执行到底。 他的精神世界已超越许多人。 也许他在弥留之际,最后想告诉这个世界的事。 人们或许无法理解他的行为,但在阿拉斯加的他,曾有过一段最快乐、最平静、最自在的时光。 今天的说书就到这里,希望你会喜欢。 我们很快见面啦,拜拜。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,请帮我点个赞并订阅这个频道哦,谢谢。